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怕你们笑话 我也知道 他们离开的娃娃 谁不都叫他 宋谷的宋谷修复的这个娃娃 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的是异味的情况 更多的是这个娃娃变老了变旧了 因为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 我家里有很多种做很多样子 但是最有多 就是这么 对吧 我知道 家里觉得你家是给你最新的这个东西 你不要了 还是这个 对吧 有些晚上睡觉也在想 从哪个方面去露宿比较好 比较土盗 睡不着觉的就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 不怕你们笑话 我也知道 他们离开的娃娃睡不着觉 你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啊 你当娃娃去 确实是比较这个 物质比较多 他不敢情急 第一 怕变性 第二呢 怕喜欢 所以一年以上不洗澡 这个是最正常的 没话 我妈妈都有它的特色的 它不但有长相 而且还有它的脾气 它的脾气 它的神用 在脸上也要表现出来 在这个某一个质地方面 也要表现出来 而且你修复的东西 正好要符合它脑子想象的那个形状 那么就对了我对口了 有一个人是北京的 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他有一个布娃娃 在三十年之前 他的父亲到缅甸去出餐 花到身上经有的一百五十块钱 给他买了一只娃娃 那时候工资只有五十四块钱一个月 那么他国家 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在带着娃娃 感情非常深 你们可能没有这感觉 我也在感觉 他就写过来看到吧 人大概就是想多了以后 我因为我年纪大了 竟七十岁了 会游历世俗的 好像灵魂会游历的一样 可能言语的娃娃也是 我晚上猪猛会想到 他在跟我对话 他们非常害怕开档不动 我说你不要疼 我不是跟你开档 我是威娃随手 我威娃 肯定比以前要健康 其实我恶得被他健康完美 他讲好非常非常好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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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